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亦是可以说张艺兴是该男团的老师 如今学生比喻后与老师相遇着实有趣 陈丽龙率照张艺兴率照10月17日 中国音乐公告牌最新一期录制 本期节目张艺兴、陈丽龙、火箭少女组合等人受邀钱来打歌 当天陈丽龙身穿卡其色、名字大衣、阳光帅气 张艺兴花格子衬衣搭配黑色长裤 帅气非凡 虽然二人在红毯上未曾相遇 但在后台陈丽龙则是与张艺兴私下已见面 陈丽龙接受采访活动后 陈丽龙接受媒体群访 被记者问及与张艺兴是否见面 陈丽龙则表示 刚刚和他见面 以前在节目里面和PB是师徒关系 私下见面还是比较紧张啊 此次作为新出道的歌手前来打歌 被问及舞台表现不同之处 陈丽龙则回到 演出和录音棚的差别 有时候演出的时候 更加投手感情 应该是最大的差别 对于所唱的歌曲 陈丽龙则是回到 希望他们安静灵清 这首歌是我跟我老板一起选的 和他一起作词的改动 它是一个单纯真实的一段情感 而对于舞台上没有提词 其是否会忘词 陈丽龙则无辜表态 刚刚就没有提词起啊 十分可爱 4点34分次外 在近日热播的综艺和爱事友中 王燕林带陈丽龙外出买菜时开车后 却把陈丽龙给落 下令不少网友启笑皆非 该话题也随之登上热搜榜 而在出席中国音乐公告台 接受采访时 陈丽龙也回应了该话题 表示 从第一期节目开始 我以为他是一个很文件的人 但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笑 可以在生活中给大家带来欢笑 所以当他落下我的那一瞬间呢 我觉得我习惯了 回答的十分有趣 陈丽龙活动上网友看到后 森森评论道 龙龙也太可爱了 哈哈 继续加油 张匹笛在后台不知 又叫龙龙什么东西来吗 期待二人能同台演出一场呢 女团和张杰胡燕林黄思涛等的 还经常互动联系 男团和张一星 李荣浩等基本没啥联系了 原来龙龙这么可爱 你们觉得可爱吗 防问又越来越淡定 越来越进步了 宝贝真棒 过来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